大家好 歡迎收看 即時新聞現場 我是李晴 新聞一開始 馬上帶您關心 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 就在剛剛抵達了立法院 最新消息交給記者陳一榮 好 主播帶您關注 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的 放台行程 其實可以說是保密到家 到了昨天最後一刻 其實才上外界來公布 它會在10點44分左右 是降落了台北的松山機場 而此外其實今天也開啟 它的國會交流的行程 在早上大約8點46分左右 它就抵達了立法院這邊 那你可以看到 其實在一大早的時候 提前十幾分鐘 其實包含像是 台灣的立法院的朝野黨團 包含像是國民黨的總召 曾明宗 還有就是民進黨的總召 柯建民等等 都已經出來來迎接了 而他們也是一致的 換上了這個象徵台美關係 堅若磐石的一個口罩 此外其實裴洛西 在8點46分抵達立法院這邊的時候 也可以看到 它是穿著全白色的西裝 還有是配戴項鍊之外 其實也是帶著白色 還有就是穿著藍色和 藍色的鞋子的衣服 和鞋子的這個部分 此外其實他們也已經到了 二樓來進行會談了 內容到底談了什麼 馬上代理聽一下 海外 亞洲最魔鬼屋搬上大螢幕 今年暑假唯一 這件事發生了 在背後的這個 《公平的法院的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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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是希望能夠提早解割 但是他早上的時候快篩 還是呈現陽性的 不得已只好是請立法院的副院長 蔡體昌來代表 兩人也在這個會議中 其實也都是並們會談 但到底講了什麼 大家都還在持續的關注 而隨後其實這個裴洛西 也會大約在10點左右 也就是一個小時之後 就會驅車前往總統府這邊 來拜會蔡總統的 接著大約在11點左右 也會來開記者會來向外界說明 他這一趟臺灣訪行的行程 到底是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而他在騷擾的時候 其實也是有發出了 包含像是他的IG 還有包含像是他的聲明 其實也都有投書 他主要就是拜會 臺灣是要象徵台美關係 是一個重大進展之外 其實他大約在12點左右 也會到臺北賓館 來進行午宴的 臺灣的部分其實相關的 重要的官員也都會在此出席 而下午左右他也會到了 下午2點 他也會到了新店的 人權文化園區來進行拜會 接著最快會在大約5點左右 會離開臺灣 而他這一趟旋風式的訪台行程 大約有19小時是留在臺灣的 但是這個做法 其實也讓中國大陸是非常的不滿 因此後續還會有 怎麼樣的一個效應 也都在大家持續在關注的 以上目前現場最近行刑 請將時間交還碰碰碰直播 謝謝宜人為我們帶來現場的狀況 我們持續看到現場的畫面 就是裴洛西以及立法院副院長蔡奇昌 正在進行談話當中 稍後有任何最新的消息 我們可以持續的為您掌握 我們也來看一下現場的畫面 非常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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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替你 謝謝 請 他 說 I will be talking with him virtually later but thank you for initiating this meeting and thank you for your warm warm welcome. It's an honor to join you Mr. Vice President as well as your distinguished members of your leadership here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presence and your kind welcome. I accept all the kind words that you said about me on behalf of th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all of that was done in a very strong bipartisan way in support of Taiwan. When you say that I'm a good friend of Taiwan I take that as a great compliment but I receive it on behalf of my colleagues. You acknowledged some of you mentioned them at the beginning but I'm very proud of the distinguished party that has come with us. They remind me of translation. 首先非常感謝蔡院長剛才過程的歡迎 而我們也能夠了解由院長由於確診的關係今天沒有辦法親自出席後的見面 我們希望他早於康復 但也希望你們會有機會的時候可以用這個視訊的方式和他一起交流 那非常感謝蔡副院長剛才熱誠的歡迎我們非常榮幸能夠和我的同事以及委員一起來到這裡 也感謝您剛才的議美之詞尤其包括對於美國國會的這個許多的讚美 其實許多對於美國對於台灣的支持都是跨黨派兩黨的權力大力的支持 剛才您說到我是這個台灣的朋友 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讚美 但是其實我是代表我所有的同事一起接受這項殊榮 當我們的國會議員到海外出訪的時候我們通常都有三個目的 第一個就是安全包括在美國的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的安全 第二項是經濟我們希望能夠將繁榮拓擊到全世界各地 第三項則是關於治理 Mr. Vice President, so many of the legislation and other initiatives that you mentioned were possible because of my members of this delegation The chairman of th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in the House, Gregory Meeks has been an ardent leader in terms of these human rights initiatives across the world but in particular the ones that you mentioned so again our purpose are the three purposes I said but in doing so we want to increase inter-parliamentary cooperation and dialogue and we do so at a time when our president has put forth an Asian Pacific initiative which we support and we want to be specific in terms of how we work with Taiwan in that regard 副院长您刚才特别提到了 这个美国通过了许多支持人权的法案 那这个其实背后有许多是 今天我们在座的同事一同来协助我们来完成 以及促成的 包括我们的众院外委会的主席Mix 他就是在这个人权方面倡导的领袖 不论是在美国或者是在全世界 那尤其是在刚才您所提到的好几条法案当中 背后都有他的这个推动的力量 那另外我们的这个许多的这个人权的相关的法案也是有跨党派的 为了他的保护我们的领袖 不只是我们的领袖 那今天在座的还有我们退伍军人委员会的主席Takano 他也是深刻的了解这个和平以及 和平以及避免冲突的这个价值在世界各地 因此我要特别赞赏他对于在全世界 对于这个退伍军人方面所做的各种的福利的支持 尤其不论是在美国或者是在全世界各地 谢谢您的 我们说到的经济 谢谢您的帮助 提到的标签 All of these members were instrumental in passing that important legislation which we think offers greater opportunity for U.S.-Taiwan economic cooperation Here with us in that regard is the Vice Chair of the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 It was very instrumental in the passage of that and she can share some thoughts about that She was with Microsoft She is private sector oriented and visited Taiwan on many occasions which I'm sure she'll share with us Congresswoman Susan Delbeni Vice Chair of the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 那特別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美国所通过的晶片法案 那这是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的这个议员都有共同的贡献的 我觉得这个晶片法案是非常好的机会 让美国以及台湾双方能够在经济的领域上共同的合作 那这个背后最重要的一个推手之一 就是我们今天在座的筹款委员会副主席 Susan DeBell 那她之前曾经在Microsoft还有私部门工作 我们相信在待会的交流当中 她又有很多能够与我们分享的 那大家安全与这个经济 要连接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就和我们来自伊利诺宇州的这个议员 Christian Norsi有相关了 因为她是和我们的情报委员会当中的成员 所以她的所负责的领域就是将这个晶片 以及国安还有其他的领域共同结合 我相信等一下她又有很多意见 能够与我们分享 那另外如果是说这个所有的这个议题 都要把他们连接在一起 包括不论是安全或者外交或者经济的领域的话 那我们来自New Jersey的这个Andy Kim的议员 他就能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为他不论不但是这个外委会 以及军委会的这个成员 那同时他之前也曾经在国务院工作 担任外交官 所以我觉得他可以教我们大家怎么样 在外交礼仪以及外交辞令上表现得比较出色 在我们看到我们的议员会有所谓的 他们有一个观点 他们有一个观点 经济、安全、领域 他们有关系的关系 他们有关系的关系 那透过刚才的这个介绍 相信这个副院长可以了解 今天我们所来的这个访团 是非常的有能力以及有分量的 不论是在这个经济安全 或者是战略思考等等的议题 他们都能够分享许多宝贵的意见 那今天我们来的另外一个目的 特别重要的也是要倾听各位的意见 以及向各位有所多多的学习 在议题下部的肯定上 我们认为台湾和一个地区的社会 对于世界上的一切 为了你的 succinct 在与关系的问题 与关系的问题 与关系的问题 这是一个健康的问题 与关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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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she has our confidence and we're very proud of her leadership 那在治理的方面 我们非常高兴知道 台湾是全世界最自由的社会之一 那在许多的方面都有非常领先的成就 包括在防疫的疫情方面更是突出 那这个防疫不只是公委的议题 同时也是一个国安 还有经济以及治理的议题 所以我们非常赞赏台湾 在这方面有这么多出色的表现 我们也期待在未来 能够在这个相关的领域继续合作 那之所以我们双方能够有这么样突出的表现 一定不能够漏掉我们AIT的处长 孙小雅处长他所做的各种贡献 他是非常有能力 以及非常这个卓越的一个领导者 我们非常骄傲 由他代表美国政府在台湾为我们行事 谢谢你为你的领导者 那接下来我会非常期待我们双方能够互相交流 来更加的了解我们双方有什么样的地方能够合作 并且请听各位的意见 向各位学习包括在如何在这个气候变迁的议题上共同合作 同时也学习台湾这个防疫的出色的防疫成就 另外还有了解说我们要如何在全世界推动 以及尊重人权 那特别感谢台湾所展现的友谊 以及我们希望台湾能够在全世界受到肯定 那感谢副院长刚才的这个美言还有对于我们的热忱的欢迎 那最后关于这个天安门的这个议题 我想要特别的补充 30年前我们到天安门的这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是以跨党派的身份来前往天安门的 那当时除了我们要表达对于这个人权的支持之外 我们同时还要表达的意见是对于中国这个不公平的贸易的做法 来表示抗议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国安的议题 当时他强迫了许多的企业进行这个科技技术的转移 那转移到这个所谓的流氓国家 或者是让人有所疑虑的国家来进行强迫的技术转移 所以这个国安的议题还有经济以及治理人权都是息息相关的 那我想我们时间好像差不多 我就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副院长 谢谢您 Mr. Vice President it would be Madam Speaker now the media will withdraw from the room will excuse themselves and then we will have closed door section 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已经抵达了立法院 他以及副院长蔡其昌发表了分别都发表了谈话 而裴洛西特别是感谢了蔡其昌称他为好朋友这件事 也特别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赞美 同时裴洛西还倡导对于人权法案的力量 说这是美国跨党派的互相更多的交流 也期盼这一次来台湾能够有更多的经济战略交流 请不吝点赞